歡迎收看《剪裁魔法師》 歡迎收看《剪裁魔法師》 來到準決賽的現場 我們不妨感受一下 這個充滿藝術感的歷史建築物 《潛不久龍, 裁判法院》 拍劇辦律師我們就嘗嘗多了 在一個真實的法院場地裏做節目 還要是時尚設計師的真人表演 真是第一次, 很厲害 Pen, 看回之前的備戰情況 我很期待一群設計師 今天有什麼驚喜給大家 那就要靠我們的星級評審團 為我們品評, 選出晉身決賽的五強人馬 現在介紹一下我們評審團的成員 著名演員兼時裝達人張希文小姐 著名歌手及時尚達人蘇永康先生 著名時裝設計師馬慧明先生 著名武德爾周文奇小姐 還有星級造型師郭慶斌先生 歡迎各位 各位, 今天我們會進行兩輪的Catwalk 由藝人擔任模特兒 展示參賽設計師的作品 我們會進行第一回合的Catwalk 當中會展示以中式作為主題的服裝 事不宜遲了 我們看看一群設計師的作品 展示時間 展示時間 近年時裝界興起一股新中式風潮 在現代時裝設計基礎上 加入中式元素 加上現在有很多創新的物料 令到中式服裝設計 做到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們會進行的 , 選擇 這張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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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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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第一輪的Cat Wall是否酒馬漢花 我們現在再請一群設計師 跟他們的專屬模特兒出來 去會見我們的評審團 我們現在有請一號的Oto 跟他的專屬模特兒林玉慧 各位評判,我這套用了 中國式的魚耳結 去編織一件背心 還有加上一些水水 裙子做了一個療療 令它的質感像肉額上的花紋 完成了一個比較鮮氣感重的服裝 我覺得背心…可能帶子會否短一點 好像身材會變得漂亮 因為已經有一點底重 其實我一直花了很多時間 看設計師的那套衣服 你這樣出來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的感覺很好 但是我覺得魚耳的質料 好像看起來比較重 我覺得挺特別的 因為通常成潔漬的都是慢妝多 少許感覺,明白了 謝謝… 接下來有請Noring,她的模特兒是Ashley 我的主題叫I'm alone 主要是用一個新棕式 還有比較街頭的元素去製造 褲子是用了少許無龍無獅的感覺 再加上它最有名的就是有尾巴 放在這裡做一個裝飾 它可以拿開,沒那麼重 加上最後會有一個空袋 是一個刺繡的袋子 做它的衣服 令它整個感覺更有趣 對,龍的主題是不錯的 我覺得有點卡通化了 設計上很混亂 而且沒有一個主題 放太多元素在衣服上 就未必一定是一個好的組合 沒有了調味 我想整個結構會好很多 整個整個加起來好像太多 但如果衣服我都會喜歡 我真的會買 就是了 是一位設計員Doris 她的模特兒是Hira 我這次中式的主題 就是用了外面一件傳統的旗袍造型 表面會有一些中式的盤購 裡面會有一件比較未來感重的 身體照片 希望將中式以以前、現在和將來 都可以擁有 得罪說一句,我不喜歡這個設計 整個感覺太多,很混亂 好的 在剪製方面有些問題 尤其是裡面的衣服 高穩的線路 很不適合它的胸 而且裡面的不夠性感 是 其實很多設計都不需要很複雜 但你的素工好的時候 你回去的效果就會更整體 其實我覺得性感有很多不同 不一定要坦空露鼻 可以展示長腿 或者露腰 其實我的身體照片 有些位置全是透露的 這樣